如果您近期要出国旅行的话要特别留意了 因为欧洲国家像英国跟法国都爆发了床尸危机 现在还可能会透过空中交通慢慢的散步到南韩去 像是包括首尔、仁川还有大丘这几个都会区都传出了通报的案例 不过到底什么是床尸呢 其实床尸的别名叫做臭虫 它会藏在床的边框、行李箱的轮子这些缝隙里面 会叮咬人类来吸血所以会造成皮肤上的搔痒 而预防的方式就包括尽量不要把行李箱直接就带进家中 也不要把箱子里所有的物品全部取出来放在床上 拿了装备走进室内居家清洁员开始一整天的工作 各式各样家具都得逐一清扫 尤其是每天躺卧的卧床清洁首要关键 盛装满满清水滴入专属清洁剂装入机器之后 打开机器拿起吸嘴来回在床上运行 透过机器拍打强力抽吸 没过多久就可以看到吸出来满满的尘满跟虫石 就看得很清楚因为一般尘满是看不到的 你看一下这效果很可怕 有些可能床单就是比较稍息这样 就是吸出来然后水里面有虫 然后要不然就是有很多棉絮那都会在上面 另外在一旁的窗帘也是尘满跟床湿的温床 透过机器清洁可以达到不错的效果 居家清洁员表示很多顾客都会特别要求床铺 地毯还有窗帘的清洁 因为这些地方往往都藏着不少尘满跟床湿 如果是像这种臭虫的部分 我会建议就是每天用吸尘器去吸它 然后当然是起初我们不太会发现 可能就是你可能被钉到或咬到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是这样的一个 可能就要有疑似这种危机疑似 我们的生活周遭都会有城蛮或是小害虫的产生 尤其看我们常常在睡的床铺 现在多多少少都会有床尸的产生 现在这个问题也在全世界造成很大的危害 床尸大局入侵令人相当困扰 床尸别名臭虫是一种无刺小虫 会在夜间叮咬人体吸血 它可以感知人类体温 以及呼吸排出的二氧化碳 进而搜寻下手目标 早在数千多年前就有记载清老人类生活 你有觉得奇怪又没有蚊子 可是又被咬的时候 你可能就要做这样的一个动作 预防一下会比较好一点 因为臭虫在它的肢长的时候 其实是还蛮快的 只要有一次进来慢慢慢慢 它温床在这个环境之下 它就会喜欢然后慢慢慢慢去做一个 它就会繁衍得蛮快的 这些臭虫它喜欢栖息在有缝隙的地方 也就是说 比如说床板 床头柜 或者是床板跟我们床框架的缝隙 臭虫喜欢躲藏的地方 通常它是白天折服 到晚上的时候它就可以出来吸血 年度昆虫学评论点出 近20年臭虫又开始席卷全球 英国 美国 澳洲 日本都传出成群臭虫 侵入民众住家 过去会采用杀虫剂的方式兑付 但专家表示 经过长久时间下来 臭虫已经对多种除虫剂展出了抗药性 包含其常用的类除虫菊精 臭虫是一种小型的吸血春象 主要会盯人 会危害人类的臭虫有两种 一种叫做热带臭虫 一种叫做温带臭虫 台湾以前是热带臭虫 主要危害的地区之一 不过近年来因为交通旅行的方便 所以温带臭虫也开始有记录台湾的记录 虽然对杀虫剂产生抗药性 但还是有方法可以防治 臭虫非常惧怕高温和低温 只要在摄氏45度以上或者极低温的环境 臭虫就容易死亡 另外透过高毒性化学物质综合杀虫剂 搭配薰针 也能有效杀死臭虫 也建议一般民众外出行李带进屋 内外做消毒清洁 家里保持良好的心结习惯 可以预防臭虫 还有承拌滋生 家里面的话臭虫发生的机率 最高最高就是在卧室里面 所以如果怀疑是臭虫钉 那就可以把这个床板掀开来 然后这个床板床垫等等 我们会建议找专业的出虫公司 来帮忙处理 因为依臭虫的习性躲残等等 所以通常自己处理不容易根除 所以找专业的出虫公司 它就可以帮你有效的把这个 臭虫这个轻浮干净 臭虫危机席卷全球 无孔不禄 难招架 日常清洁 至关重要 T月新闻罗斯王来明台北产报导 如果您喜欢喝柳橙汁的话 可能会发现价格变贵了 因为全球最大的柳橙生产国巴西 供应全球超过七成的柳橙汁 不过受到柑橘黄龙病的影响 产量是大幅的减少 所以这也连带导致美国的柳橙汁 其货价格是飙升到每磅4美元 创下了历史新高 至于台湾的重要产地 就是在云林谷坑了 同样是因为气候的因素 减产一到两成 加上国内的价格容易受到 国际的影响而波动 所以10月中盘的开盘价 美台金也罕见的突破了二位数 货架上一整排都是浓缩的柳橙汁 想要补充营养非常的快速 而以国外来说 巴西还有美国是全球最大的 柳橙汁供应国 只是近期却因为气候因素 还有疫病 让柳橙的产量大幅缩减 极端气候加上病虫害双虫夹击 柳橙在国外供不应求 根据美国农业部数据显示 佛罗里达州今年产量 比两年前少了50% 连带浓缩柳橙汁期货价格 在10月一度攀升至每磅4块美元的历史新高 再看到巴西是全球约70%的柳橙汁供应国 受到柑橘黄龙病也打乱了产量 欧美人士来说早餐就是牛奶配这个面包 或者说加上柳橙汁 基本上都是有牛缩的大罐的柳橙汁 那对于所谓的台湾来讲 国人并没有这样的一个习惯 因此我们对于柳橙汁的需求 反而是饮料业者比较多 所以对于现在的民生需求来说 柳橙汁看起来相对来说 消费的需求力道比较不强 最有感的当然是美国民众 现在只能少喝点柳橙汁 或者找替代品 因为截至10月7号统计 美国零售店铺的平均柳橙汁价格 冲到美加仑9.18美元 这数据比去年同期暴增一成 部分民众开始觉得吃不消 不过这样的惨况似乎要挺过去了 根据美国洲际交易所报价显示 截至11月3号为止 当周跌幅达到10.6% 创下6年以来最大周跌幅 专家也认为六成之期货价格 可能已经触顶 也就是对明年展望转为看好 但当前的国际市场 确实对国内供应有所影响 现在贸易商退友求集市 都回归到我们产 回归到内销这一块 上个月开始开盘 中盘商来开盘 就已经带到二位数 是有史以来 这四五年之中 今年算是蛮异常 蛮是美好的一个感觉类里面 一个年份 柳橙也就是柳丁 现在11月正式旺产季 而云林谷坑乡是重要产地之一 当地果农就透露 今年因为气候等因素 产量大约减少一到两成 一两成也 是属于 算是安全范围里面 就是采购的一个误查子里面 一些讯息 违规到 这个市场上面的机制上 才知道说 就是因为国外的问题 导致在我们国内的柑橘类 才会上 国内中盘价格就先看出 国际市场带来的变化 连带国产的柳丁价格多少 也会跟着波动 农民预估可能会比往年略高一些 看看农粮署公布的价格 以今年11月5号平均批发价 跟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28.8% 切开柳丁放上机器 全手动按压榨汁 再和绿茶结合 柳丁绿大功告成 首要营业者 每到秋冬就会推出柳丁系列的饮品 成为不可或缺的食材之一 价格的浮动上会有很多的原因 那不见得就是一定是产量的因素 那我们自己在使用上其实感觉 至少目前我们在制作饮料成本 感觉跟以往是差不多的 也是选用 云林谷坑的柳丁 确实合作的果园回报 产量有少约两成 不过可能是大量采购 也早已签约 首要营店目前尚未感受到价格的影响 尽量以国产水果为原料 也是观察到进口水果中间牵扯的 不确定性因素太多 从运送到全球市场都得考量 好在台湾是水谷王国 冬天正是柳丁产季 今年依旧能品尝到 这酸中带甜又营养丰富的水果 特别的新闻 罗氏鹏周游宣台北报道 现代人文明病当中 最常见的一项就是失眠了 而主因包括像是工作压力大 生活作息不正常 尤其是在40岁过后 睡眠品质又特别容易下降 有些人会直接吃药来控制 不过医师就建议可以从饮食方面开始改善 像是可以多吃抗氧化的食物 尽量在白天摄取水分 还有睡前千万不要剧烈运动 避免交感神经处于太亢奋的状态 而是可以泡澡或是喝点热水 先让身体放轻松 你有什么方面的症状 打呼呼吸中止还是有焦虑失眠 那你去挂胸腔内科的门症 今天晚上的睡眠检查 我们会睡一个晚上 那等一下会在你的头上跟身体的部分 会贴一些的线路 那最主要是证证说 你晚上有没有睡眠呼吸中止症 或是有掉些羊 睡眠技师在患者的头部穴位 都粘贴上一条一条的线路 准备做睡眠品质检测 先生等一下我们会先进行线路的校正 那校正都没有问题的话 那我们就会开始做检查了 透过睡眠诊断 了解有睡眠障碍的患者 在夜晚深层睡眠的时长 以及有没有呼吸中止症等等 才能够针对个案做睡眠改善 对症下药 像这两条 它这边已经是一个平行的状态 就代表说它的鼻子 或是它的嘴巴 已经没有气流出来的话 然后同时我们会搭配我们的血氧 也会发现它有下降的趋势 那就代表说 它目前在这个时间里面 有掉血氧 有呼吸中止的症状 现代人生活工作压力都非常大 很容易出现失眠的状况 除了透过这样诊疗方式 来确认自己的睡眠品质 好或不好之外 也可以通过调整生活 作息以及饮食 也很重要 睡眠已经是现代人的文明病 不管是生活作息颠倒 或是压力太大 难以入眠 当然又因为上了年纪 睡眠品质下降等等状况 除了靠药物治疗控制 在生活作息上也得做出改变 包括睡前少用3C电子产品 也不要剧烈的运动 避免在睡前情绪太扛分 你平常你如果在下班之后 那有一点点适量的有氧运动 比如说快走啦慢跑啦 那或者是说 一个礼拜有个几天 然后有一些有氧运动 比如说游泳啦 脚踏车啦慢跑啦快走啦 这些其实对于睡眠是有帮助的 我们只是比较不建议在睡前 你在剧烈运动 要战胜失眠的方式 除了保持运动 也要注意睡眠时间 上市11点前最好要上床就寝 因为这段时间是肝胆休息时间 尤其常常说要偶夜加班的人 很容易火气大 导致情绪不稳 然后呢你隔天或者是一两天 你又去想说 那我的睡眠怎么看起来 一天一天的恶化啦 完蛋了 就变成永远就是在对于睡眠 这件事情处于一个失望的状态 那这个失望状态 它又恶化睡眠本身 这个恶化又让你的失望 变得更增加 所以就一来而去 变成睡眠品质就差了 良好的一个睡眠环境 灯光 不要在那边开得太亮 该隔音的 稍微处理一下 那好的一个睡眠环境 其实对于睡眠 有一些些的帮助 另外要让腹胶感神经 变得更强 比较能够进入睡眠状态 而胶感神经 处于很亢奋的状态 就会没有睡意 这时就可以泡热水澡 喝热水 按摩腿部 让身心慢慢放松 进入睡前仪式 甚至也能多吃一些 抗氧化的食物 的确他们是觉得 是说可能 一些抗氧化的食物 还有就是 像香蕉这些来讲的话 还是食物这些 的确是可以多吃 不过我觉得 很重要的是 一定要运动 因为运动那一块来讲 的确是可以 强化你的生理失踪 也可以让你 就是释放你的压力 当然就是说 不要吃太饱 吃太饱的话 当然我们这个 这个是尝试了 当然就是影响到睡眠 再来饮食的话 那个是算是平常 你就要去做的 比如说多一点的坚果类 那这个是有一些帮助的 还有就是说 像这种地中海市的食物 比如说多一点的 这一些抗氧化物 然后呢 就是油炸的 这些不要太多 事实上对于睡眠的帮助 是有的 衣食建议尽量用调整作息 饮食来控制睡眠品质 如果前一晚睡不好 可以利用上午11点到下午1点来补救 否则一旦长期失眠 不仅没精神 也容易让疾病照上升 TVB新闻 余信翰 刘一军台北 蔡芬 而另一个疾病 就是骨质疏松了 我们透过呢 这两张图片的对比 你可以清楚的看到呢 骨质疏松的骨骼 因为钙质流失的关系 所以变得比较脆弱 而且容易断裂 而其实根据国建署的统计 女性罹患骨质疏松症 是比男性要来得多的 而且几乎是 很难在事先就可以发现 任何的症状的 所以有四大高危险群 就要特别留意了 包括像是停经的妇女 有骨折病史 营养不良 或是体重过轻 而如果您发现呢 身高是比年轻的时候 少四公分以上的话 这很可能就是骨松的警讯了 医师就建议呢 可以多摄取钙值 或是补充维生素D 还有记得去游泳运动 有助于增加骨质 比较容易有骨质疏松 常见的就是年纪大的人 年纪越大越容易有骨松 再来是女性因为有停经期 荷蒙的减少 就会容易有骨质疏松 若有抽烟 或是过量的饮酒 或曾经有骨折 例如手腕骨折 髋关节骨折 加上有家族病史 或是使用一些药物 这都可能比较容易有骨松的风险 再来就是你可以自我在家里量测 如果你的身高跟年轻的时候 降低四公分以上 这可能就是一个警讯 就是说你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 骨质疏松的风险 再来呢 我们现在很多的爱美 希望减重 不要体重过太重 可是体重过轻 BMI太小的一个族群 更容易有骨质疏松的一个风险 骨质疏松它基本上是一个隐形杀手 那它是容易耗发在一些长辈 那女性呢 荷尔蒙停经之后呢 内分泌失调 它会造成钙质的流失 那骨质疏松一旦发生骨折 就是会造成身体经年的退化 增加骨密度有很多简单的方法 民众可从食物中去摄取一些钙质 像是牛奶或者是深绿色蔬菜 多晒阳光来增加自己的骨质 平常临床上面看到 以骨质疏松来说 常见是在一个中老年人 我们会比较特别需要去注意 那大部分是在骨质密度的高峰期 是在大概二三十岁的时候 是达到一个高峰 那三十岁之后呢 开始骨质密度开始下降 女性要特别小心 是在更年期之后 就是所谓我们停经之后呢 少了女性荷尔蒙保护 那就会变成是骨质的疏松的速度 就非常的快速 有一些长辈呢 他突然就是不明原因的开始 从下背开始疼痛 那看了很多的骨科诊所 都找不出原因 其实还是要来就诊 做一个S光片的检查 看他有没有脊椎呢 或是宽部的骨折 一旦发生骨折就会有不成比例的疼痛 需要做一些药物的介入 来减缓他的疼痛 改善生活的功能 骨质疏松是骨骼的钙质流失太多 因此变得比较脆弱 容易发生断裂的情况 国建署统计 65岁以上的老人 常见慢性病的第四位 就是骨质疏松 在台湾50岁以上男性 每五人当中 就有一人会有骨松的问题 其中女性的比例 是男性的两倍 更年期后的女性 整体上面肌力下降 然后整体的体重比较轻 的这个情况 我们会建议她进一步 做骨质密度的检测 那常常都会发现到说 他们的状况就是 偶然的发现到说 这个骨质密度有下降 而且伴随着可能有一些 过去曾经有一些压迫性骨折 用的话呢 会建议多做一些 适度的肌力训练 以及有氧训练 那另外还要记得 在阳光下复晒你的四肢 增加点维他命D的产生 该如何增加骨质强度 最主要就是饮食和运动 常常有人问 吃钙片补中钙质 是不是就可以 但其实还是有 骨细胞新陈代谢的问题 目前健保也纳入了最新药物 不仅可以抑制 破骨细胞减少骨质流失 也可以促进 成骨细胞活性 在饮食方面呢 我们必须要同时摄取 足够的钙质跟维生素D 一般建议呢 已经 这个更年期之后的妇女呢 每天呢 钙质的摄取 尽量到1200的毫克 如果是一个年长的男性 大概是1000 或是其他的成人 大概是1000毫克 应该就够了 那如果维生素D要多少才有效呢 大概是要800个国际单位 医师提醒民众要吃较多的高蛋白质 以及钙质和维他命D营养物质 像是鸡胸肉 还有牛奶或钙片等 维持规律运动习惯 建议多做适度的激励与有氧训练 避免骨质疏松 造成更严重后果 TVBS新闻 陈卢环 蒋志伟 台北采访报导 要迈向全面的智慧城市 台湾有哪些地方可以更上一层楼呢 比如说在捷运站里面 使用悠游卡或是一卡通联名信用卡 可以自动除职 不过搭公车的时候 余额不足那该怎么办呢 桃园现在是首创了 公车智慧站牌除职 还有另外搭乘机结的时候 也会自动帮旅客来叫电梯 在很多面向上都导入了AI科技 搭公车悠游卡余额不足 身上也没零钱很窘 桃园高铁站外 这个公车站牌解决你的困扰 不止鱼额查询 还自动帮你加职 不用再对公车司机说拍谁 有时候我发现自己鱼额不足 但是又没有带现金的情况下 其实会让我上不了车 上不了车其实就造成我的困扰 全台首创的智慧站牌除职功能 桃园目前设置113座 便名设施获得回响 主要设置地点以站牌周边没有加值场所 比如说没有超商地点的站牌为主 那明年度我们会再增加设置100处的智慧型站牌 搭机企业有时候大包小包 这个AI侦测系统可以自动找到推行李的旅客 还主动帮旅客叫电梯 桃园捷运研发设计 透过智慧影像辨识技术控制 这项贴心服务最主要的目的是 高铁站要搭乘机场捷运旅客中 有9层以上是准备出国 他们携带行李通常大件且笨重 若拖着大型行李搭乘电扶梯 经常发生行李滑落事件 智慧交梯服务 每趟可帮旅客节省30秒左右的电梯等待时间 呼应科技化建设政策 淘解打造智慧化服务 未来还能建议后车民众到比较少人的车厢上车 车站拥挤度智慧侦测 并透过APP即时告知旅客 目前哪一个车厢旅客较多 建议往哪一个车厢去搭乘 有效分散旅客提高舒适性 AI的应用无所不在 最主要的功能就是把人力用在该用的地方上 就以科技执法来说 或许警方要调阅监视器盯着荧幕 一格一格检视有没有违停违规 现在透过AI哪里有违规一目了然 这边就是目前我们看得到有一台违规的这个车辆 结合影像辨识机器学习大数据分析 由前端设备侦测后端远景审核降低远景路口蓝查执法风险 传统的远景执法可能在一个路口 我们可能就排两个小时的勤务 那两个小时就需要花费两个远景 那科技执法的部分它的好处是 它可以24小时针对违规行为 来做一个24小时的取证 那如果说要以传统的警力来做一个编排的话 我们大概是需要24名的警力 今年1到9月桃园交通违规总举罚数126万9016件 科技执法约占21.69% 每五案就有一案 建置科技执法地点事故平均下降7% 我们用科技执法开的罚单 尽量能够扣合到我们的造势因素 那有些许多违规行为可能它只是轻微的违规 那在桃园这边我们有做检讨 就是不会用科技执法去取缔这个轻微的违规 交通是城市的血脉 透过AI掀起的交通革命 目标是要打造宜居的智慧城市 TVBS新闻陈尤雄想王浩宇桃园采访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